在很多年前的一天 苗寨平静的和一般没什么两样 然而奇怪的是 村中所有的债劳都急匆匆地从四面八方赶来 他们相继走进一间小窝内 将房门一边 生怕被一大片 他们时而眉头紧促 时而双船结果 似乎在伤害着什么大事 然而 所有人都没有想到 从这点开始 债劳居然会发生惊天大变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里的先祖们只要年过半百 就会被亲人送进死人的墓穴中活活饿死 如此匪夷所思的是 是否真实存在呢 身为晚辈 为何要让老人提前在洞中结束自己的生命呢 蒙正苗寨位于贵州镇宁自治县 格力乡的群山之中 村民告诉我们 不知多少年前 当地就开始有了这种奇怪的习俗 这些老人不管健康余风 都要提前进入洞中来终结自己的生命 而这些为活人所建的坟墓 就在离村寨 不如山坡上 我们这个山头的话 现在还有多少个活人坟 现在还 接近还有七八十个 现在还有七八十个 对 那以前呢 以前有几千个 以前有几千个 对 那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活人坟的 是一千八百多年 通过了解 我们知道 当地把这种运来埋葬活人的墓穴 叫做活人坟 成百上千的活人坟 听起来让人毛骨索然 由于活人坟遭到毁坏 所有的墓门都已经被挖走 可是一路上 我们始终心存疑惑 为什么要修造活人坟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活人坟呢 从田间往坡上行走 每隔一段距离 我们就能发现一个个方形的事 我身后呢 就是当地村民所说的活人坟 由于年过已久 活人坟的四周都已经长满了野草 可是我们不明白的是 一个人好端端的活着 为什么要在坟墓里等死呢 活人坟里埋葬的又会是谁呢 眼前的这座活人坟 高约一年 关约0.8年 长期三 尽管洞口已经被破坏 但是剩余的部分依然十分坚固 从造型上看 这些石洞并不是天然形成的 人工开凿的痕迹 非常明显 近距离审视这个神秘洞穴室 我们仿佛能感受到 当年那些躺在这 等待死亡的墓主人的气体 仔细观察后 我们发现在墓主人头顶部分 居然还留有一个高台 在中国传统的习俗里 人死后会在棺材里 放上一个枕头 莫非活人坟里的高台 就是棺材枕 为什么这个活人坟和其他 一般不一样呢 上面还有一个枕头 那个枕头的那个碳呢 就是放好吃的东西 肉 肉 酒 糖 这些东西 那么连老体着的睡在里面 把东西吃完了 就出不来了 就死在里面 当地村民告诉我们 相传 老人进洞之前 家人都会为他准备好 几天的干粮 老人把所有的干粮 放置在平台上 木门便开始关闭 少量的饭菜 算是他们最后的晚餐 把所有的食物吃完后 老人便在木穴中 慢慢地离开人质 曾经就有人在活人坟里 发现过人类的事故 活人坟里面有骨头呢 有骨头 那些骨头是谁的呢 就是我们这只苗树的 埋在里面的骨头 现在花线骨头的都是 那么骨头长 我们估计是年老 最大年龄的 老人没有犯下滔天大罪 却要提前进入坟墓等死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当地的村民告诉我们 这件事情远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么残酷 它只不过是当时的苗王 为了保护自己的族人而想出的一个办法 如果他还要想活在世上 他吃完那些东西嘛 他就想方式发的就出来 那是吧一般打不开的 通气孔是为了 因为没的是活人 一个是能够有通气 这么他能够多活一点时间 看着这些神秘的坟墓 我们不难想象 当年在墓里面 那些等待死亡的人 是怎样的一种状态